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们这个场次是分组DSC 也是以俩剧发展为主意的 三个场次的第二个场次 也就是绿色化学在化学俩剧发展的 环境角色 恭喜这个化学会90年 周年 那世大100周年 老实讲我在住在这附近 我在住在世大陆的尽头而已 我也不晓得世大已经100周年了 那也谢谢各位在礼拜六的时间 播这个时间到这边来听我们做一些报告 那首先这个题目是绿色化学推动与展望 那刚刚林教授有提到 化学的管理在政府部门 其实我们只是刚好有一个化学物质的局 那大家会觉得说化学物质是都我们来管 其实化学的这部分太广 等一下我再跟大家介绍 我会跟大家报告有三个部分 一个是我们国家的化学物质管理的现况 那其实以这个专业上来讲 我认为在学术界或者产业界都比我熟悉的很多 因为我本身也不是学化学的 那只是因为我们在政府部门任职 长官要我们这里来工作 我们就到这边来工作 那我尽力去学习 那来跟大家报告 另外一个就是绿色化学的推动 还有绿色化学的展望这三个部分 那我们先来讲一下大家在新闻上 尤其是过去大概五六年是前左右 那在食安的部分 比如说塑化剂被当作这个起云剂 那么去再加到果汁 变塑胶果汁 那大家引起社会的恐慌 那还有就是飼料会用硫酸酮 那但是有一些再生的硫酸酮到饲料去 那也就会进到食物链 还有就是这个淀粉 有些业者去加这个顺丁锡二酸干 让它Q彈 那当然还有一些回收油 那么进到这个食品油的市场 还有我们养殖的时候 这个养殖业会用这个孔雀氯 那其实这个都是禁止的 那汤圆 有玫瑰蜂蜜 等等 那比较近的就是有这个 但里面验出戴耀辛 那我们林教授是戴耀辛的检验的专家 跟成大一起 那所以有这几个事件我们来看 那有关于食安 那食安的话在源头方面 蔡总统在竞选的时候就提出食安五环的政策 那其中有一个就是落实源头管理 就成立专责的一个机关 所以呢我们看右边这里就成立的毒物局化学物质局 那是在环保署底下来设立 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五岁多一点点 五岁多一点点 那大家来看就是最主要是食安的第一环 源头控管 那我们简单来讲就是避免化学物质非法的流用到食品 那我们在化学物质这里先把它控管好 就不会流进去 那大家也会想说那不是有食药署吗 那不是有其他经济部吗 那为什么还要去源头管这个化学物质让它不要进去 我跟他讲一个关键点 食安法管的是食品厂 那食品厂它的用的食品添加物 还有它的食品的品质 这些食药署会去管 当它如果去寄查 它用的不是核准的食品添加物的话 它会去把它没有问题 可问题是 食品厂有成千上十万家 不几百万家我不敢讲 但是几十万家是有的 那我们试想 如果有一家化工原料行 把一个东西卖给一千家 你一千家你也未必能够查得出来 你也许查一两家 你查到罰一两家其他查不到 那卖的人呢没事 卖的人完全没事 所以就是说卖这个的 我们现在就要从源头来管 大概是这样 也就是第一环会在这个地方 那其实是五环跨不过来合作 那大家应该现在比较少听到这样的新闻 那现在还有一些食安的问题 那可能有一些是过期的改标 或者一些生物的腐败 这些的 其他的就比较少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化学物质管理 在我们国家有几个部位 我们常常会问说 那氢浮酸谁管 氢浮酸谁管 我们如果是政府部门会知道 他在哪个阶段就谁管 比如说你在港区你在工厂 你在路上 你运用到产品里面 这么多十几个部位 总共有多少法规 四五十个法规 也就是那个化学物质 你在不同的阶段会不同的管理 那常常我会举个例子就是说 每个部位好像都是在守一个城堡一样 我城堡都守得很好 你也供不进来我也不想出去 大家都来供吧 你供不进来我也不想出去 可是城堡跟城堡之间的谁管 不知道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化学局这除了这个 自己管了以外 那还有这整个部位 要来做一个整合 那好 我们成立之后 我们就参考了这个 联合国的国际化学品管理策略方针 我们叫SICOM 它有五种 五大的目标 那我们分别从降低风险 知识与执行建立 国家治理 还有一个 能量建制跟技术合作 还有非法的 这个跨境运速防治 总共五个面向 那这个是在 原来是预定要2020年达到目标 但是后来 其实世界各国很难 那么 后来就在 在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里面 就会有SDG 那会有17项的目标 我们会看有不同的 的一个目标呢 其实会跟化学物质管理有关 好 我没把它列进来 所以我们在成立之后 我们就报了一个 国家化学物质管理的一个政策纲领 报到行政院 那行政院合定之后 参考这个SICOM的五个面向 然后把工作 我们跨部会去做协调之后 也比照国际上的做法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比较红色的这里 降低风险这里 会有 我们会把推动绿色化学 那么鼓励 业界研发低化学风险的制程 那4.3这里 红色这里 会有落实社区 与学校的全民教育 建立对化学物质的正确认识 我们把这个业界方面 还有这个教育方面 都安在行政院合定的一个政策里面来推动 好 那我们这可以看出来 我们在化学间邀请各部会 政策纲领核定之后 我们邀请各部会 从五大面向 我们分制度法规等等 去做 邀请各部会把下面 这里会有主办的工作 分别有各部会 那绿色化学会在降低风险这边 知识建立会在全民教育这边 我今天会特地就这部分 其他的我们就 也许有机会 再跟大家做意见交换 那我们讲绿色化学的一个推动 有时候我们如果没去注意 都不晓得化学物质到底多少 那我们化学文災设计 这个大家都专业 这资料可以查 最近十年增加的化学物质种类数量 比过去五十年所累积的 是倍数成长 那现有有cas number 将近1.94亿种 是亿啊 那我们台湾 我们台湾有开始去做一些登录盘查 那么在台湾有十万种化学物质 在台湾的社会 那么比较流通运作比较明显 或者是最近都还有这个活性的 大概有两万种 那登录了新化学物质 新化学物质我们就是 藉由这个法令 在104年以前跟之后 那么才进来我们台湾社会了 我们就开始要叫大家登录 大概有五千种 这个就我来看一下这个 化学物质庞杂跟日行列役 那我们在这个SDG17项里面 跟化学产业永续发展有关 直接规范的会有三种 间接规范的会有五种 那么希望是以化学科技的解决环境议题 然后要求化学产业散尽社会责任 这个是整个SDG的一个目标 但是你如果去把它检视 17项有哪一项脱离得了化学 我不认为 只是说它有明确的写出来 那我们国家是18种 我们有一个非核家园 国际上是17 台湾是18 大家记得 非核家园 好 那我们在这个化学物质管理 大家来看 我以前最常看到的就是立法执行 立法 反正我把它公告 然后列管 那你立法公告以后 你就要有标准检验方法 你就要盘查谁在运作 你就要去做积核 你要看它的流量 流向到底有没有按照这个规定来走 然后来确保这个化学物质管理成效 但是我跟各位报告 我们环保署成立到现在大概30出头年 公告的毒性及关注化学物质在300多种 平均一年10种 但我们刚刚讲的那么多种 你公告来不及 你只能折重点还有国际的趋势来做这个管理 所以立法执行这里有效 但是它会到某个程度 再过来就是我们要发展工具来降低风险 那这个就是绿色化学 你假设管制上你没办法全部 全面去管制的话 那可能在业界或者学术界 它在发展出这个低风险的 使用的一个方法或工具 刚刚林老师有提到的就是 诺贝尔化学奖 这一次我相信对化学界是 尤其绿色化学界是很大的鼓舞 那就是要发展出这样的一个工具 再过来就是国家的责任 因为有时候你像我们如果去看 有很多的这个化学物质灾害 其实是面很广而且会很久 可能是跨这个世代 像这个日本的拱的污染到现在 因为它会接着遗传 所以有时候这一代搞不好没事 下一代有事到现在都还来做 所以这里会有一个可能在 治理跟制度还有基金 它永续的部分还要去做发展 这样才能达到化学物质管理的效益 那绿色化学我想等一下大概都会有讲 那我们就我这里就简单的 大家可以看到有12项 那我们从防止肺气物或者再生原料 利便点生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总共有12项原则 那国际上大家比较推崇的是 我们的John Warner跟Paul Annettus这里 那右边这个照片很巧 他们就是我们国内的工业界刚有邀请他 John Warner到台湾来做专题演讲 那我们特别把他邀请到化学局 那做一个对谈 那跟他有一个交流 那底下这个是我们同事去参加这个 国际上的绿色化学的相关研讨会 也跟另外一位绿色化学之父有一个交流 那分别都让他们了解台湾的情况 所以我们在去年有一个颁奖 我们很荣幸就让John Warner 本来要邀请他来 那后来因为COVID-19的关系 所以他就用这个视讯给我们一个 鼓励的一个小小的致辞 我本身是学环工的 过去我们设计都是 我们就学设计污水处理厂 那我们都会假设污水量多少 污水的品质多少 然后就处理 然后就放流 放流很简单的就讲放流 那污水就有那个量 还有那个值 那我们就去设计 以前都会放在哪里 放在质里 所以我们这三角形 在控制跟质里是比较多的 在预防呢 比较少 那现在慢慢来讲的话 其实预防会比较多 我跟他讲一下这友达光电 友达光电也是我们 栗子化学送金应用奖的得主 我不晓得在座有没有 那他在 他的这个 当时在桃园 应该是 那个是龙潭厂还是什么厂 那也是因为有 他放流水里面还有这些 很稀有的这个物质 那么经过 因为会影响引用水 他们干脆啦 百分之百回收 发痕了 结果这一次 您看 COVID-19之后 还有这净零碳排的要求 我后面会讲ESG 他就百分之百回收了 他的水百分之百回收 结果变成他的一个亮点 有时候危机是转机啦 也就是说预防会变成 一个主要的一个方针 包括我们灾害应变也一样 以前就是消防队越来越多 应变的人组织越来越庞大 可是我们现在大家都倒过来 我们在业界的部分 业界第一线的人员让他了解 那从那边去把它扑灭的话 就不会有大灾害 就慢慢都有这样的改变 那绿色化学的优点 我这里就举几个例子就好了 像我们以往右边这里 这里会有福利碳化物的冷酶 现在不能用 因为它会破坏臭氧层 可是我们会发展出环保冷酶出来 也就是危机事实上会有转机 那另外从这个 绿色化学原料它不会有衍生物 或者少一点 然后变成产品 这些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好处 包括风险降低 能资源消耗可以减少 那还有国际接轨的促进贸易 因为大家如果看这欧盟 它是买方市场 它可以开出条件 你要跟我做生意 你要清楚登陆 你要走绿色化学 你要不能有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也就是 国际贸易上的趋势也是如此 它会要求供应链 由上而下所有的供应链 那我们在刚刚讲的就是从政府的法规 技术 还有这些持久性的基金制度 大家来看 我们可能在企业的社会责任 场观学员的建立伙伴关系 环境友善的生产技术 还有绿色金融 大家如果看最近的新闻 你看这句话 你会以为是环保署署长讲的 比如说企业不做减碳 没有生存力 大家一听这是谁讲的 是金管会主委讲的 不是环保署署长讲的 企业不做这个 不做这个ESG这些 绿色的 就没有生存力 不是竞争力 这句话是我女儿跟我讲的 我女儿她是师大研究所毕业的 她知道我在讲这个 她跟我讲说ESG 她说ESG在以前是企业不做ESG 没有竞争力 现在已经改为企业不做ESG 是没有生存力 她跟我讲的 因为她是在业界做这方面的工作 不是人家影响很大 影响很大 所以大家就慢慢往这边来思考 那国际化学的 国际的发展的现况呢 诶 现在20分钟了 差不多 还没齁 好 不好意思 那我们国际绿色化学的发展现况 其实在这个UNEP 它2020年就有一个绿色化学的架构手册 那么 ECA是欧盟 我本身去过欧盟 去跟他们 他们就帮我们排课程 那发现人家做的已经是 做的已经是我都听不懂了 我要这样讲 他们我都已经听不懂了 他已经做到那个程度去了 那还有就是说 HDG这些 Green Deal 这次COVID 这COVID-19呢 那欧盟那边就有发展出这个Green Deal出来 那大家看 从这2019年12月开始 那我们就看这个红色的这个部分就好了 新工业战略跟经济行动计划 这边都会有化学 还有永续化学的无毒环境策略 那其实在这个最右边这个包浩斯运动 其实它就是对于建筑的设计 跟厂房的设计 还有整个社区 一个建设的设计 都会朝这个低毒无毒 这边去发展 这个也可以参考 那我们来讲的话 我们化学局的话 我是觉得教育非常重要 那我们检视一下 其实教育部在高中有做 小学没有 国中没有 大学没有 都各自发展 所以我们就会在这个地方呢 跟教育部来合作 那么从小学 国高中 大专念校 这里来做这个绿色化学的一个 教育推动 那小学呢 我们从这个 课程的融入 教材 教具 然后还有学生的研习 教师活动 将来进行 那这个请参考 就有一些教材 教师的培训 推广 这个我们在持续在进行 那大专念校跟高中 尤其大专 那大专的话 因为科系太多 科系太多 他教自己的都来不及了 他还给你教绿色的相关的东西 所以我们是希望说在通试课程里面要有 大家观念上要有 那进阶的还有推广 还有竞赛 绿色化学创意竞赛呢 我们有分高中组跟大专组 那有我们跟教育部一起合办 那右边这些 来大家请参考 那产业界 我们是希望就是说 减少甚至零有害物质的释放 其实我们去产业界 稍微了解一下产业界 已经有人做得很前面 那政府呢 我们就是借力使力 把这个趋势呢 把它倒过去呢 我们就可以来进行这方面的一个推动 那我们的推动方式呢 我们是用绿色化学应用集创新奖 我们用鼓励的方式 让大家来参与 这里就会有 有业界还有我们高中值以上的学校 那我们两年一次 那照片这里是我们署长在第一届的颁奖 那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师范大学在第一届就拿到了 师范大学 教授这里也都知道 其实这是在化学品的管理 还有危害预防应变整备这里来获奖 那我们林教授是第二届的时候是个人组 个人组 他在这个绿色化学教育方面 都有很大的一个贡献 我们就希望借由这样来表扬 那参选的建树呢 每一期每一期都会增加 竞争越来越激烈 那类别我们分为 绿色安全替代还有教育还有管理 还有栽域用整备 那我们这是参考美国总统绿色化学奖 我们也希望说能不能哪一天 院长或总统来做这个奖 那我们先办办看没关系 那其实他也是会从这方面 从保安、简洁、可解、催化、低毒 来做推动 那未来展望我们会持续 其实从教育里面去炸根开始 我们会来持续这样的进行 那业界的话我们常常讲 比如说这个东西到底环不环保 你怎么去看 所以我们就希望说有一个绿色诊断 那另外有一个绿色化学的足迹 还有减碳跟成本效益 那ESG这里就是我刚刚讲的 也许大家随便去搜寻一下ESG 1就是环境 S是社会 G是政府 那我们来看它的指标里面 MSCI就是摩根斯丹利的金融机构 它对企业做评比 它会有这指标 其中环境就会有 有毒物质排放跟被欺负 社会化学品的安全等等 那大家在做投资的时候 对这个企业要不要去做融资 要不要去买它的股票 其实ESG的指数越来越重要 越来越重要 对不起 那这个案例的话 其实它是会有不同的指标 不同的分数去把它列出来 那我们在第三届的绿色化学应用创情讲 我们会尝试来参选的这里 也应该有推动ESG 那这样的话会比较 顺理成章或自然 好 而我们这里就讲到这个地方 也许等一下还有可以意见交流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林教授还有各位长官 还有各位先进 今天很荣幸能够获林教授的邀请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 年程化科在绿色化学跟勇气 发展的一些成果 以及我们的一些规划的一些方向 那我会分三个部分来跟大家介绍 那第一个当然会先介绍一下我们公司 以及这个产业的一个状况 那第二个部分会来说明一下化学管理法规 跟近零派访的排放的一个趋势 对我们整个产业的一个影响 然后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在这个影响下 我们在绿色化学政策的一个 年程在这方面的一个转型的一个难途 跟各位来介绍一下这样子 那简单的大概快速的一个介绍一下公司 那这个刚刚那个谢机长有提到的几个食安的问题 其实我们年程碰到了两个 那第一个就是那个塑化剂用的那个 这个部分所以我们也很快的就是要赶快去改变这个 使用的一个产品这样子 那第二个部分是那个毒淀粉 那个都是添加 那实际上我们在发展这些产品的时候 都是在工业使用 并没有用在食品 那这个业者他们实在太厉害了 我们想说奇怪他还能够用到食品 我们也觉得很纳闷 不过 不过那个发生这件事情 我们还是配合政府在调查 就是说这些产品是怎么样流向流到那边去 所以我大概跟这个谢机长这边呼应一下 这个刚好也是我们公司的案例 所以我们顺便就介绍一下 我们公司是在就是在做那个塑化剂 所以我们是年华神通集团的一个子公司 那那个年华电粉这边也是我们的关系企业 所以都很有关联性 那我们主要是做塑化剂的生产跟行销 那我们的产量是全世界最大的 那整个总部在台北 他有六个事业部 在台湾、华南、华东、东北、四川还有马来西亚 总共有六个事业部 那也有三个行销祭典 在香港、在越南跟泰国 所以我们整个是以整个亚洲这一期为主 然后再行销到全世界去这样子 那我们有三大的事业 主要还是核心事业 那有特化跟物流 那核心主要就是刚刚讲的塑化剂 以及相关的一些产品 所以这一张大概就是在介绍我们产品的一个供应链 就是我们核心跟特化 那左边这个绿色就是我们供应的颜料 主要是酸跟醇类的 因为我们的产品 中间这个绿色主产品主要是PVC 所以我们的产业主要是在PVC的应用这方面 那相关的一个化学品的供应 那刚刚提到的 那刚刚提到的 可塑剂是PVC的一个可塑剂 可塑化这样子 那也讲塑化剂 那 所以有很多种的 可塑剂 那可塑剂主要就是一个子化很简单 就是酸跟醇的一个子化而已 非常简单 所以我们主要是做 做那个 可塑剂的部分 我到前面来 免得看两边 那可塑剂这边的话 我们有很多种的可塑剂 后面大概可以看到一些 那刚刚提到的就是 那个 那个 做到 那可塑剂的部分 就是用到我们其中一个产品 那这个部分 那个产品 已经被列为 那个 欧盟列为高关注物质 其实就是毒化物 那台湾我们也是一样 都是毒化物 所以我们会发展一些 绿色化学的一个 可塑剂 那 刚刚有提到就是 不好意思 刚刚有提到 我们也有做自己的酸 那下面这边是 主要是特化的部分 好 那我们 有自己的一个 除印的一个物流的一个设施 也 对外服务 有自己的潮区 有自己的仓库 有自己的车队 然后都是用 中控系统来管理这样子 那这张图是 是我们在 广东中山的一个 第一个 自由的 那个化学储槽 化学的一个 港口这样子 那我们 同时也 后期也多了好几个 发学港口 有三个 除了中山以外 比较小 那我们在泰州 有一个五万吨的 那 七年底 我们在辽宁 韩景这边 有一个五万吨跟一万吨的 化学 化学的码头 那也有租用外面的码头 这个是我们 整个在物流方面的 一个 的情况 那我们 整个产能 到 2021年的话 我们已经达到了 440万吨的 中产能 那刚刚提到 主要是在 可塑剂 PVC 这个行业 特化这边相对 比较少一点 那我们在 去年的时候 也去参加 这个China Plus 的一个 展展会 这个是 每年一个大会 好 那接下来就是 公司简单的 一个介绍结束 然后 我大概开始 第二个部分 就是说 化学管理法规 跟净影排放 对一个 我们公司 整个企业的 一些影响 跟我们的 发展的方向 那这个主要 是在 法规遵循 跟 实际上就是 法规遵循 跟一个 永续发展 刚刚 这个谢机长也提到 企业不做 永续发展的话 大概就没有未来 没错 这个 这个确实是 我们也很关注的 一件事情 那 这一个化学 法规 在国际的 管理期势 其实 其实刚刚 这个谢机长也提到 这个 国际化学品 这个管理方针里面 也是希望能够尽量在 2020 刚刚提到 没有达到 能够 后面的效应 能够降最低 所以 实际上 从那时候开始 大家对于整个化学 的管理 就非常的严苛 包括欧盟 美国 中国后面 也都跟上来 日本 韩国 还有我们台湾 都有一些管理的一些法规出现 来 希望能够加强管理一些有害物质 然后来做一个 鼓励安全的一个替代 这个 所以我们在这个环境下 也做了一些改变这样子 那年程刚刚提到 主要是做 可塑器 那可塑器 整个全球的消耗量大概 840万噸的使用量 那 刚刚提到的 就是说 那个 那个有毒化物的 这个 产品叫做 零本二甲酸 类的 这个 可塑器 是被规裂 但是 并不是全部都是 那 他就占了七成 也就是说 大概所有的 可塑器 几乎都是这一类的产品 那我们就变成要改变了 非常大量 你要一下子要期待也不容易了 所以我们 在欧盟这边 实际上 他是针对 第一碳链的 零本二小酸子 也就是 主碳 直链碳 总共六 六旁边加几个 他不管 就主碳有六个的话 所以刚刚提到的 那个DEHP 他就被归类为 毒化物 那所以在欧盟 美国 台湾 中国 都有相关的一些法规 去限制这些 所谓的Fursale 这些 可塑际 所以我们也要面对这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 就是刚刚讲的 净零排放的一个歧视 对我们的一个影响 那这个的话 就是 我想大家都应该很清楚 就是巴黎协议 开始了 以后大家对这个 易比罗非常的重视 要 这个 两度系的一个 控制 最好是在1.5 那这个 这个部分 就变成说 很多国家都 开始在响应这些 这个是一个 一个统计图 来 来做一个简碳的一个目标 那这个 企业当然你要跟着做 那当然最大的就是Apple 那Apple一定有供应链的问题 所以我们台积电是一个最大的 那 所以我觉得台积电真的是一个富国神山 它规划非常快 但是也把台湾的力电几乎买光了 但是它如果不这样子做 很有可能它的 以后的竞争力会不见 所以我觉得他们非常的有 也是很有眼见的 所以我会提这个例子 也就是说 这个都是很有眼见的公司 他们也都在去面对这个 那我们这些 比较小的公司 也是要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冲击 那 我们是属于石化业的部分 所以我大概也大概介绍一下 石化业在整个台湾 碳排的状况 这个我大概引用一下 工业院的一个data 那石化在2018年 大概有6900万公噸的一个碳排 那整个是台湾总排放量的25% 这6900万噸里面 其实就是我们石化界的一个 上中下游的一个排放量 那上游的话 就是指中游啦台塑啦 这些他们这些 这些所生产的产品 他所排放的是这一块 那中游就是我们 连城这一块相关的厂商 所做的产品 大概也排放都非常大 那这个下游相对比较小 所以整个石化业在碳排这方面的话 主要面临的问题 是蛮重要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在制程改善能源使用 还有循环经济这几个方面 都要去考虑怎样去减碳 所以我们 像我们公司在近年的KPI 总经理下达的一个命令就是 所有的事业部都要有5%的减碳效果 就是要当做他们的一个绩效的一个考核 所以我们也是很努力的在往这方面的去改善 那循环经济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我们研发会有着墨的地方 我后面会有大概提到一些案例 好 那前面大概讲的就是说 这几个法规对整个我们公司的一个影响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来介绍一下我们年层 在这些法规的影响下我们的一个绿色化学的政策 跟转型的一个蓝图 那这个这个树状大概就是我们几个方向 那我会有一些红色大概就是跟我们研发比较直接的 那这些实际上都是我们整个公司在在进行的 包括一些无堵低碳的一些产品的开发 二氧化碳的一个利用 制程的改善 然后再生能源我们也去参加这些再生能源的一些协会 然后我们也做一些新缓经济 然后对于汇水的一个回收再利用 我们也都在都在进行 这个是我们针对整个大方向的一个架构 那所以我们在研发这方面的话 也有很多事情就要去做了 那我们在九年前就成立研发中心 那这个是跟经济部那个技术处申请成立在台的一个研发中心 所以我们那时候跟产协一个合作 然后去开发我们相关的一些绿色化学的一些产品 那这一张图的话就是在说明我们整个年程在这方面的一个创新 那我刚刚提到我们主要是纸化跟氧化这些 但是我们后期为了要发展这些绿色化学品的话 我们往高分石 为什么往高分石 待会我会后面大概说明一下 然后往那个生殖 往氢化 往目前在进行当中的合氧化碳的一个利用的一个产品 这样子 所以这张图就是我们整个整个 可塑器一个发展的一个难途 就是最早我们是一个地碳链的可塑器 刚刚提到的这个被拿来用起源剂的这个产品 DEHP 这是最早最早的一个产品 那我们就变成说必须要去改善这个产品的使用的方向 所以我们就发展一些灰灵本的 刚刚讲就是都是灵本的部分 我们就去发展一些所有的灰灵本的部分 以及高碳链 这个也是欧盟这边所提出的一个概念 就是相对碳链比较高的话 它的毒理的特性比较弱了 所以我们一开始先往这个方向去找 因为这个是最容易去取代的 目前都有的 那现在最大的量是这一盒 因为它用到的那个PTA量非常大 但是它也是一个本 有一个本 只是它的位置不一样而已 所以目前还是 那我们觉得这个应该是比较过渡期 它可能不是一个长久之计 所以我们在 等于说我们的规划就变成要有一个五本 所以我们用一个五本氢化的一个 可塑剂来当做是比 在这一段这个过渡阶段的一个产品 能够有一个比较长久的一个产品 那这个产品就是定期就是巴斯乌 最早巴斯乌提出来的一个产品 那我们也利用就是刚刚这个设立一个研发中心 跟产鞋的一个研究 那我们也开发这个产品 也量产这样子 那后细当然也 我们也发展一些生殖机的一些产品 以及目前在进行当中的一个二氧化碳的一个再回收 这个是我们整个可塑器立测发展的一个难度跟方向 有过去现在跟未来 都有含在这个上面 那刚刚有提到 就是我们实际上在ESG这边 那这个部分我们有利用这个 这个PA产生的化学能来产生干净的一个蒸汽 所以我们相对也可以减碳的一个效率 几乎可以一年大概有2830座 34座的一个碳吸收量 那这个是我们在新环经济的部分 也就是我们在这个回收工厂 产生的这些灰气物 产产物 我们把它做成一个有用的产品 等于是把 有些灰气物 有些也是被归类为毒化物 所以变成产品了 以后就是一个有用的东西 那在二氧化碳这个部分的话 那我们规划就是能够做一个碳回收跟再利用 那开发一些相关的一个化学的产品 这个是我们未来的一个规划方向 那在水管理方面 我们去年大概也回收了99.2万吨的一个水 相对大概是397座的一个标准游泳池的用水量 那我们也加入这个国际的一些组织 那去年我们也拿到一个大中华期的ESG的第七名 那这个是总结来讲 就是说我们研发发展的策略有这三方向 绿色环保 地碳纽细 跟循环清剧 那这些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相对应的这些产品 这样子 这是我们研发的一个方向 那刚刚提到就是说欧盟这边 这个是Reach的部分 它解释就是说低碳跟高碳的差异性 一个是有毒 一个是无毒 所以它在归类这边叫做无毒的一个产品 这边叫做有毒的产品 这个是高关注物质 所以高碳链的产品是实在这一边这样子 所以我们也往这方面再发展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我们发展的相关的一些产品 高碳链的 只要是RNA系列的都是属于这一方面 所以我们中间这边都把它取代掉了 那在刚刚提到的 这个才是长久之计 我们去发展一个无毒无本的氢化握术器 那这个的话我们也是想把传统的这些产品 用有本环的部分经过氢化以后 变成一个无毒的一个绿色环堡的一个产品 那我们在成立研发中心的时候也引进技术 然后开花完成这个定期的一个产品 我们的产品叫做HydroUM899 这是我们的商标 那目前我们有三个生产基地 一个在高雄 一个在华东 一个在东北 总产能的话有24万吨 是目前生产这个产品最大的一个公司 那在低碳足迹的话 我们有做一个生殖可受器 那这个是我们开发出来的一些产品 那2015年我们也拿到那个TICA的 TICA的一个产品创新缴 那这个是我们在生殖可受器的一个成果 那所以我们在这个整个年程的一些绿色转型下 我们也尽量的去跟客户的去推展 这个是我们到各地去推展 我们刚刚所介绍的这些产品 包括清化包括生殖这些产品 跟客户来跟他们做一个交流 然后引导他们去转向一个绿色的一个产品 这样子 所以最后我大概用这张图来跟各位分享 就是我们整个公司的一个内循环的一个状况 在绿色产品的供应链跟生产临排放方面 我们从设计一直到生产 一直到应用产品这边 我们都有一些循环在利用以回收的一个方向 那长久当然是迈向一个绿色化学来共创勇系 然后创造一个更好的一个明天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公司的一个政策 好这个我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一个聆听 各位那个化学界的先进 还有各位同学 大家午安 那今天就是很荣幸可以在这边 在这个场次 跟各位介绍说 如同刚刚林教授提到的 就是有机催化在我们化学合成上 尤其在绿色化学合成上 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 那各位都知道有机不对称催化在2012年 诺贝尔奖 就是颁给化学合成的 那这个2012年这个不对称有机催化 其实回溯到这两位教授 跟Jimmy List 跟这个McMillan两位教授 实际上是在2000年的时候 才提出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各位可以了解一下 20年内 可以让大家这么去相信 认为这是一个promising的一个催化 可以在很有效的做一个不对称的合成 实际上是相当不容易的 那我待会就以我们实验室 这几年发展的一些例子 给各位看一下说 它在建构有机分子上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殊性 跟它的一个条件 那我自从回到这个师范大学2008年以来 我就开始实验室大概有两个大组组 其中一个组组就在做这个有机不对称催化 所谓的Asymmetric Orcanocatalysis 那我们从小分子的 一级安二级安的催化做起 那单纯最早单纯就是只有一个化学界的建构 然后来到了轻建的这个催化模式以后 就可以做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个分子的合成 那15年以后呢到比较近期呢 分子的复杂性就可以相当的高 相当的高 那过去各位在看到这些分子大概想像就是 一个键一个键慢慢做 然后呢可能用到的反应又不太一样是不是 然后又要做立体化学的控制 所以第一步又很重要要做手信 然后保护区保护等等 好那我现在就从这个slide开始说起 这是我挑的五个天然物给各位看一下 当然结构蛮复杂的 这是生物做出来的对不对 那各位叫生物条件很温和对不对 好那怎么做出这样的天然物 那重点不是这个结构 重点是它有很多几个相当难合成 合成上大概看起来就蛮困难的 这个四极碳 这些长性分子 所以四极碳这个multiple quaternary stereo center怎么样去build up 而且不是stable 不是一步一步的 那所以说我们就希望在有机确化上看到 它能够做什么事 所以我们propose两个substrate 那这个Azine Mesialis 是过去在化学界 就是后期在做有机不断催化的时候 大家会去考虑到 或者去用到的一个substrate 那我们对应到的对象 这个是一个 我们新的propose的substrate 这是一个缺电子的一个方向听 这个锡听 那这锡听的话这个是完全取代 所以就是说第一步的在加乘的时候 这个地理中心就会被控制 就是我们预期希望有第一个 至少有一个立体中心出现 四极碳 那我红色这边标示的是 它的氢核端电子密度高的 这个绿色是Electrophilic Electrophilic side 就是氢电子端 我们预期它能够做个domino反应 那这边用到的是 希望用一个bifunctional的有机催化剂 Organocatalysis bifunctional就是说有一端是当有机简 去活化 去activate我的Azymeside alien 这个precursor 另外一端呢就是有 轻鉴 轻鉴去activate我的这个Electrophilic 希望在这个空间上 也可以引入它的熟性去做调控 那这反应 也很顺利就可以得到这个 非常复杂 但这个是已经经过多部的 这个domino反应得到的一个中间体 那最后再做一个止画 最后得到这样的一个化合物 总共具有五个四级碳 一个三级碳的立体中心 五个化学键 非常优异的这个选择性 那各位可能知道说 你一次要得到六个立体中心 什么意思呢 就意味着 一样的间接模式 你可以有二的六四方 六十四个立体一勾物 六十四个立体一勾物 里面只要选择得到一个 好 所以有机修化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反应 那我们给各位看一下它的整个一个 车发剂 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殊性 前面四个 各位看到这个table entry1到entry4 这四个 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个 Synchona Echola 就是所谓的生物碱 有那个经济钠碱 这是天然物里面的 那彼此互为这个 seudo enantiomer 然后大家比较熟悉 可能是第三个 所谓那个quinae 就是那个quinin 当然之前都说什么 这个新冠肺炎 川普说我们可以吃枪鸡 葵泥 对不对 就从这修饰了 那这四个 各位可以看到它的活性 跟选择性都不太好 因为它们的功能就是 生物碱 当有机碱而已 好 可是我们在这个枪鸡 做个简单的修饰 引进这个 sailureo 跟Squadamite 这样的一个 轻件的这个 官能机 在里面的时候 选择性就可以大幅的提升 然后活性也可以提升 那最后呢 我们最后的条件在这 在ease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得到 92%的产率 跟99%的ease 那温度就在30度 这个温度也是 很有意思的一个条件 就是说 一般过去在基础催化里面 温度是一个很重要的parameter 大家不要得到 比较优异的选择性 温度都要 都是比较严苛的 那这边的话就是 有机就化的一个特色 那这边是 各位看到Suctress code 就是说我可以容忍 各式各样不同的官能机 在这样的骨架上 那这边包含有一些是 我们可能认为在轻件的 这个模式里面 会有干扰的这些官能机 比如像这个Methoxy 这是Hydrogen Bonding的 那个Acceptor 还有Florine等等 都可以被tolerate 然后大家当然关心一件事啊 这个做的 产率 当然不错 可是我有沒有機會量化 就是Scale Up 提升来量化 但我们在实验室里面 不可能量化到很大 所以我通常会做一件事 就是做一个克籍反应 可以在克籍反应的底下 也可以得到不错 就是得到一个相似的活性 选择性是相当优异 那这分子 就是一个 由晶晶纳减衍生出来的 非常简单的一个衍生步骤 得到的一个催化剂 那这是它的反应机构 当然这个里面还有化学在里面 就是说 这个反应机构也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反应 就是它经过了 其实是走过五步反应 前面这是两步反应 得到的三角额产物 所谓的Micro跟Manish 一个Addition反应 得到 最后经过两次的 Astonization 下一步这个子化 得到最后的产物 那这部子化也很tricky 这部子化的话就是 要脱去这个乙醇 它是需要特殊的条件 后来我们optimize 发现这个分子栽可以吸乙醇 所以这部的版产率 后来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才把它提升上来 那各位看看 这么小的一个分子 就可以做这件事 再试问一下 然后第二个是 我们把 我们对这个subtrait 其实蛮有兴趣 所以我们把它 去去去做一些探究 就是说我们 下一个要探索的一个 另外一个subtrait 就是这个 Astindo衍生的 这个Binilogus的 一个precursor 那这个precursor 其实 大家开始感兴趣 是它这个Astindo 这个骨架 那不过在 有机车化的这个应用上 大概都是 比较简单的 一个键的生成 就是所谓的 进行所谓一次的 迈扣反应 从12年开始到17年 都是如此 那比较难再去做一些 比较复杂的一个 Domino反应的一个调控 然后我们在18年其实就 19年就report这样一个结果 就是当我们把我们 这个subtrait引进来 去做这样的一个设计 这样的一个反应的时候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 非常复杂 这结构上非常特殊 非常 看起来也是不是很容易 去合成设计的这个产物 就是这个 还有一个spiral的这个骨架 那用到的是这个 非常简单 非常小的一个催化剂 然后各位看到 在试文一下 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合成 那这边也是给各位 再看一次它的一个 bifunctional催化剂的一个 优异性 这个清剑的这个 关能机是相当重要的 从这个没有修饰过的 是金金纳减的 这个选择性的表现 相当差 大概5到18左右 可以再慢慢 后来可以提升到80 提升到80 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 然后这边是它的subtrait score 然后有些粒子可以到90%的意义值 就利用这样一个小分子 然后这是它的一个反应机构 所以这也是一个串联反应 所谓的domino反应 经过了 12345 所谓的Vinologus micro Asternalization Asternal micro 最后的Michael 最后这部的Michael 是 从皮面上来看 不容易知道它怎么发生 不过你从这个立体结构上 其实它是非常靠近 所以这部的环画 其实蛮有趣 最后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3的 很复杂的结构 好 那下一个主题就是说 那有机生化除了做 选择性控制 domino反应 它可不可以做位向调控 位向调控 这个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就是即便在18年以前 还没有过去这样的例子 就是说 这个3加2反应 其实它的这个位向选择 是由它的分子本身的 这个电子性质来决定 哪边比较轻电子性 哪边比较缺电子性 它就会造这个位向的结 你要反向 当然就是可以做反向 但是没有办法同时做 预期的这个方向 跟反方向同时 所谓的diversity oriented synthesis 是没有办法 一直到18年 这是第一个例子 report 但是这是用到金属 它要选择很特殊的配基 去做调控 好 那我们也想想看说 是不是用简单的有机小分子 来做这件事 那这边也是一个很有趣的 一个一个结果 跟各位报告就是说 我这个有机简 我们用到这个 并不是长性的分子 小小的一个有机简分子 但是这个有机简分子 抓了这个氢 生成的这个供二酸减对 这个供二酸在这个分子里面 实际上它是有一个 轻件的interaction 那这interaction呢 会让这个分子可以 要嘛 由它的电子性质 决定做所谓的一个 预期的3加2 也可以透过轻件关系 在空间上营造的一个 stereo effect 所谓我们 所谓我们Core 我们说的这个 driven by sterile effect 得到一个反式的 这个立体加成的一个产物 然后当然我们有设计 其他的关键机在里面 就是多关键机在里面 所以可以做 后续的domino反应 所以得到一个非常 复杂 当然也非常漂亮的结构 那这是它的这个条件 就是我们用一个小分子 这个tmg跟dmap 最后的是 被挑选出来 就是可以做位向选择的一个 小分子简 有机分子简 然后这边的话 是它的这个subject score 那我这边就跳过去 那我主要是要讲这个东西 就是说 我们后来把其中的一个条件 换成我们的金基纳碱 刚刚讲的就是 Sinkrona Equal衍生的这个 有机分子 我们做不对称合成 那这边我们看到 当然就是说 这个轻件的这个 这个substitution effect 就是说我这个messorcy的这个位置 其实蛮重要 就是它会影响到 会干扰到这个轻件的这个 活化的relation model 所以选择性这边的话 就会改变得非常大 不过就是说这个夾氧机 如果在的位置 对这个model不影响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轻件性 可以到96 所以这也是一个 有机缺化应用上里面 一个很漂亮的一个例子 然后再 下一个例子 跟各位介绍是 其实大家都在想一个问题 这个金基纳解的这个结构 原先也不是设计出来做这个合成的 对不对 在这种天然污染 那为什么它这个结构 就有带这样的选择性进来 一般我们做合成的人 都会讲说 我要一个rational design 我要一个合理的设计 那这个结构 其实不是为了这个合成 在做这个设计 对不对 不过这边轻件就给你一些 一些想法 就是说 实际上掌性环境的创造 是需要这样的一个骨架 可是呢 这个掌性条件 掌性环境怎么样做到可以 很有效的控制呢 其实你是可以透过 双光能机额外的轻件的这个作用 来让这个model 可以被建立 所以我们就 继续去看 完全不一样的一个subtrait 那这是我们propose的另外一个subtrait 就all carbon-13 dipole precursor 那这边也可以做一个 很好的一个3加2的控制 然后给各位看一下 就是 各位可以看到它的这个pro-type 像quinin quinin 这个的话 它54%的移植 但是我们把它主上官能机 主上这个双官能机 变成是bifunctional的催化器的时候 选择性可以到96 就是可以提升得非常的多 然后这边就是它的subtrait score 就是说 大家可以看到选择性大概都90以上 然后这个是 这个有四个立体化学中心 可以这样被建立起来 用这样做一个小的分子 这分子大概合成大概2-3步 从精进纳解修饰 好 那这是它的machines 那细节我不说 其实这后面还有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说我们在反应中间 观察到 单纯的michael反应 然后我们当时是在怀疑说 是不是stabilize 但是经过我们后来的控制实验去 去研究发现 其实它是一个concerted 那这个其实 也是在研究里面发现的一些 在这个 这个学术上比较有趣的地方 好 那我们也试着在这个 Electrofy这边 Intent Data Killing这边 把它做一些 引进更多的官能机 其实就是要增加这个分子的复杂度 可是各位知道 分子复杂度一增加就有什么问题 产物就很多嘛 对不对 那第二个很多又有什么问题 很多没关系啊 你可以控制谁谁也可以啊 到底能不能控制 其实 这边给各位看到的就是一个 你看你用一个小小的有机分子 查到面跟DMAP 你可以做一个选择性的调控 那这边还要跟各位提到就是说 我们也有试着做有机策划剂的 这个不对层合成 不过这边的话 学性比较没那么好 那这边的话就是说 实际上有机修化器也不是 虽然我们预期说 天然物得到的开落铺 可以满足我们所有的研究 但是有时候其实它还是有一些限制 不过就是说这个地方 还是可以有一些开发的空间 我只跟各位用这个例子说明说 实际上有机修化器 还是有一些空间可以成长的 那这个是另外一个case 这个就比较有趣是 就是我们在这个R3的地方 从汤姬 这个汤姬就是有子姬跟铜姬 换成方向听 那在这个反应里面都可以用 简单的小分子 有机修化器控制 那各位可以了解 这三个这三类的这个取代机器 是相当不同类的 比如说子姬跟铜姬 是属于Hydrogen Bonding Acceptor 它可以生成清剑 对不对 本环是不行的 所以说这个在清剑上的model 有什么不同 抽发器上面的影响又如何 所以后来我们就 开始做这方面的研究 那这方面的这个 这样的分子的结构 其实在天然物里面 也是很有趣的 也是一个常见的骨架 所以因为这样的动机 我们就开始做这样的研究 那这边给各位看到 就是说 最后其实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很简单的 Squadermine 抽发器来做 好 那我这边就简单的 summarize 因为大概也是最后的这个 几个slide 好 就是 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说 我可以用一个很小的 这个小分子有机催化器 好 没有金属情况下 做一个 很复杂的这个domino反应 很有效的建构化学键 产生这个立体 这个选择性 好 然后这个选择性呢 还可以做一个 Diversity Oriented Synthesis 得到这样子一个 那个 两类 非常 这个不一样的一个产物 做过 透过这样的控制 然后呢 这样的催化剂呢 适用的这个subtrain 不会被limited 就是这样的催化剂 其实 经过 那个简单的fine tune 就可以做 不对称合成 所以这也是它的一个 有机催化一个 很大的一个利基点 然后 最后呢 就是说 我们也expand到 很特殊的像这个 阿斯因斗 这样的一个 Electrofy 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 反应 可以把它完成 最后当然就是说 这个 所有的工作都是由 实验室的学生完成 这是19年的时候的学生 前那两年的学生 目前实验室的这个学生 他们就 很努力 对这个方面很有兴趣 这是一块很有趣的领域 也是很值得去努力的领域 最后我们也谢谢 这个 国际台湾市办大学 还有科技部的这个 支持 那最后谢谢各位的聆听 谢谢 好 那谢谢林老师 跟刘老师 我们大家一起 想说 是不是可以有一些 对谈这样子 我一直在想说 那应该要讲些什么呢 那我想 可能 可以提供 同学生们 那还有师长一些 意见 看看大家觉得怎么样 那最主要是因为 就是说 其实系统思考 对化学的师生而言 好像没有那么熟悉这样 那我们也才刚刚 那个一月份二月份的时候 办了一个系统思考的工作坊 让老师开始有点熟悉 对那我相信这个 我觉得这个未来应该是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就想说 借着这个机会呢 大家在对谈的时候呢 也让化学系的师生们 对这方面有点熟悉 那我不是专家 那跟十五年前 那个绿色化学一样 我也不是专家 可是你就是知道 它一定重要 它未来一定是主流 那所以也是今天趁着这个机会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看到的东西 那系统思考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化学家 其实很需要系统思考 那有没有什么实力呢 那在这个 另外一个层面是 为什么化学家 需要伙伴的关系 那有什么实力 好 那先讲三个小故事好了 在非洲呢 有个村庄 这其实是Wikipedia上面的 我觉得很有趣 所以我就分享一下 在那个非洲有个村庄啊 那个大象呢 每次都会经过那个村庄 然后把那个 就是猜猜猜猜猜猜 就那个农作物都弄错 弄坏了 他们就很不开心 所以呢 他们就把大象迁移了 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呢 后来就是那个 就是那边人开始生病 这样子 为什么开始生病呢 因为那个河流里的泥土啊 没有每年被那个大象这样翻搅 所以就有一些细菌 所以那边人就开始生病了 好 那这个就是一个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另外一个是台湾的灭属州 都跟那个老鹰的这个状况 大家大概知道说 到可能是2015 还是20多少年的时候呢 我们事实上村庄里面一直都 台湾的乡下 一直都是有灭属州的 好奇怪啊 怎么都灭不完啊 搞了半天呢 其实呢 因为老鼠呢 一两个 就是几州一个月 就生一窝嘛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些老鹰呢 因为吃很大量的老鼠 所以怎么样呢 他们就被堵死了这样子 他吃到 有吃到老鼠要的老鼠呢 他就掰了这样子 他不是掰啦 他就慢慢慢慢的 然后他的那个蛋壳啊 什么什么的状况 都生出来的蛋的状况 都不好这样子 所以就变成老鹰的那个 数量下降 所以搞了半天呢 你的鼠年年在灭啊 你还是 灭鼠州年年在搞 老鼠没有 没有减少 可是呢 你的老鹰减少 所以当然就是说 现在很多生产农作物的地方 他们现在比较 已经停了 国家已经停了 说不可以有灭鼠州了 那老鹰的这个也有回升 那你会说 这样子的生物链的东西 你一讲我就觉得我很懂啊 对不对 可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搞个十几年 这样子的政策 我们其实没有改变 这背后其实显现出我们常常 我们看到一个 一个线下一个结果 我们就去解决它 可是我们没有看到整个系统 虽然我们小的时候都学过生物链 可是我们就是没有看到那个系统 好 那讲一点跟化学家有关的 那当然很容易就会去提到塑胶了吧 好 那塑胶的话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塑胶都不分解啊 在这个到处污染环境啊 鲸鱼里面也都是塑胶袋啊 所以的话呢 我们就说好 那我们要可分解 可分解的时候呢 这个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分解呢 其实都不是生物可分解 对不对 一开始的时候我相信很多在座的人 都非常清楚 一开始的时候 不管光分解啦 化学分解啊等等的 想说 比较小 看不见就OK 奇怪了 有大生物 就没有小生物吗 小生物 那些在地上爬的或什么的 他们也吃到了 它不会塞吗 就很有趣对不对 为什么我们就没有感觉 那当然呢 后来呢 就很自然的 还会有这个塑胶 这个微粒 然后终于 我们现在想说 那我们要生物可分解 那我们有生物可分解之后呢 其实我们又没有那个 可以去化它的这个facility 对吧 所以就说 很多事情呢 我们就 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在解决 可是我们事实上 没有真的在解决 那这个就是为什么需要系统思考 因为我们没有看见系统 系统思考的话呢 其实就是从更全面的角度 去检视跟处理 复杂行为跟现象 因为很多事情很复杂 那而且呢 我们必须要了解 子系统跟子系统的这个动态 那我们在上那个工作坊的时候 那个系统思考工作坊的时候呢 那个讲者他就讲到那个空污的问题 空污的问题的话呢 因为大家都觉得说这个空气不好 然后就更多的人开车 开车的话呢 你就更污染 对不对 对 所以也就是说 有些东西呢 他事实上他会层层的 有一些效应在那边 可是我们通常没有去真的看到 那化学家为什么非常需要这个系统思考 第一个呢 大家知道这个地球限度的这个事情吗 好就是说在这个地球限度 这个地球限度是从一大群化学 这个科学家呢 他们在说这个地球可承受的状况是什么 那在绿色以内的话呢 就是可承受的状况 那假如你看到那个已经超出来的话呢 超出来的这种红红的这个 生物多样性 哇我们人类有点搞糟了 然后碳循环其实是这么糟 我从来不知道是这么糟 然后的话呢 零循环呢 其实也是接近零界等等 那好 这样子大家大概知道那个地球限度的事情了吧 大概是什么意思 那他们这个 好几十个科学家 他们在Nature发表的这个呢 他用这几个不同的面向 来分析地球是不是还受得了 那在空气品质跟化学污染 哇全绿 不要太高兴啦 他这只是说 他们还不知道要怎么样去衡量 好所以这边是他那个 not yet quantified 在这个小字的话 他是not yet quantified 所以的话呢 光是在气候变迁 或是碳循环多样性 这个 事实上我们都非常多的事情要处理 这些事情是不是复杂系统 假如他是的话 假如他又是化学家要处理的 你说这上面有哪些东西 跟我们化学家没有太多的这个 大部分的其实都蛮有关联的嘛 对不对 那所以我们真的是很需要 这个化学家是需要系统思考的 另外SDG SDG的话呢 你去勾勾看的话 你觉得哪些跟化学家没有关联 那一年他刚出来的时候 我随便勾我就勾成这样 后来呢我就又跑去那个 国外参加Green Chemistry的 conference的时候呢 他们在讨论什么 我听了说觉得有道理 什么东西有道理 他说呢 譬如说 在南美洲都种很多 中美洲 南美洲 中美洲好像 种很多这个香蕉嘛 那边的农民呢 因为那个大量的农药的关系 所以的话那个身体不好啊等等啊 贫穷更糟糕啊等等 事实上假如我们的农药 农药是化学搞出来的 对不对 是我们的贡献嘛 那个 假如农药呢 可以更环境友善的话 更人体友善的话 事实上会减少这样子的不平等的 好 所以很多东西其实都跟化学 非常非常的有关 那我刚才那个都是 只是勾个那个 让大家视觉上觉得说 好多勾这样子 可是事实上真的是更多的 你有不同的论述的时候 你都可以再把它勾上去说 这个跟化学有关 好 我们不要看那么大的 我们回到非常非常本质的东西 其实呢 现在这个世界上 碰到的这个复杂难题呢 至少在我们科学上面的话 其实它是跟物质跟能量有关 对吧 好 能源问题啦 净零碳排啦 这个都是跟物质能量有关 化学就是exactly是在做这件事情 是不是 我们就是在控制物质跟能量 来产生变化 所以你从这个层面来讲的话呢 这些复杂议题 其实是化学家会来解决的事情 所以化学家也是需要系统思考的 最后一个我举的例子是说 这个nature呢 它事实上 从你有这个资源 然后你把它做成你要的东西 然后你用了之后 它变成废弃物 在大自然里面 它事实上废弃物会回去 对吧 好 那在我们的人类社会的话 我们上一个世纪超赞的 我们上一个世纪 这边做得很好的 现在未来新的化学家们 大家要做的事情 是在把这个circle整个 把它连起来 那你要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要连着整个circle的时候 你可以没有系统的 你没有看到那个系统 你可能做得起来吗 很可能是很困难的 好 那以上这些的话呢 是讲为什么我们需要 那接下来就讲实力 实力的话 事实上呢 现在越来越多人注意的绿色化学呢 或者是这个生命周期 甚至于我们化学系的学生 好像还不太知道 对 就是 那另外的话呢 我也想举一下 那个国际的 那个最前沿的那个 TOP的这种大公司 他们已经care到什么程度 这样子 看来会觉得 真的非常好的ESG 对 好 那在这三个实力里面 第一个的话呢 绿色化学当然我们大家知道说 有这么多的十二原则 然后这十二原则你说穿了 说穿了 事实上呢 他是在思考反映前中后的 物质能量跟危害 对吧 好 那十二个其实在讲这些 好 那 因为有绿色化学的洗礼 所以 所以 在这个很多企业 或者有一些学术界 他已经开始 他不是只有看产率跟选择性 而是呢 他可能会关注 这个整个制程里面的废弃物多寡 或是我们的反映里面 他的废弃物的多寡 好 然后呢 另外的话呢 有的会开始考虑这个产率啊 成本啊 安全性啊 你使用的装置 需不需要用高压啊 你的温度 你的温度是那种 负二十度的呢 那很耗能嘛 还是说呢 是两百度的呢 也很耗能 对 就是有很多的东西呢 其实是可以去关注的 而我上面列出来的这些呢 都是这几年你可以看到 大家开始在使用的一些 除了产率之外 产率当然重要 可是你还有更多的面向 是可以思考的 这样子 那这个dozen的话呢 他是把十二原则 他十二原则每一个都画成一个 这个equation这样子 好 那这个 他把十二个equation呢 这个再讲dozen 2 2.0 他把十二个原则都画成equation之后呢 他再把其中的跟resource有关的 那他有一个分数 然后energy efficiency有一个分数 另外是对人体跟环境的危害的 有一个分数 那这三个类型的话呢 给大家看是说 他譬如说 他有一个做法1跟做法2 哦 那做法1做法2 大概这个 整个比较起来有怎么样 所以你会看到说 化学化工的人 在尝试着用整体的方式 来看事情 好 好 那现在讲的是一个程序 对不对 可是事实上的话呢 你还 这个 在化工界知道的人 可能相对比 或者是工程界知道的 比化学界知道的 相对的多 可是这张投影片 事实上是从ACS的Webinar出来的 那ACS的Webinar呢 他就在提醒说 化学家其实 我们就算做研究的时候 我们对life cycle assessment呢 我们还是要更sensitive一点 更sensitive一点的好处是什么呢 我们等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 life cycle analysis 包括什么东西 好 他包括他从这边一开始的时候 哦 哇 这个你去采矿 把东西的那个 从地里面拿出来之后呢 你把它变成这个 你在制造它 这个制造 roll materials 对不对 然后的话呢 做成中间的产品 然后做成最后的东西 做了东西了之后呢 你拿出去卖 你卖的时候 这个distribution啊 到店里面去啊 然后最后在家里 会是怎么使用的 会是怎么使用之后 你丢弃的时候 会是怎么样 他的ultimate的ecological fate 他最后的这个命运 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这个东西呢 是不是可以 他整个还是一个循环 那你在做这些研发的时候 你要是对这些东西 完全无感的时候的话 你在做研发的时候 你会跟这些脱节 所以就变成说 你研发做一套 然后呢 等到你到工厂的时候 他们有频频optimize 有频频找 换一个那个 我相信那个 那个业界的先进 听到我在讲 你一定会觉得说 这个 大概 还蛮有共鸣的吧 对 所以就是说 我们就算是化学家 在养成的时候 我们其实可以 更多的一点 对于material energy 的consumption 对于呢 什么东西会放到这个 空气 水里面 跟这个土地里面 我们其实可以有更多一点的敏感性 你知道这个重要性的时候 你平常就不自觉的 你就会多去想一点 你去多去想一点的时候 你的关注面向 其实就在增加这样子 那当然 life cycle assessment 是不是很复杂 超复杂的 好 好 所以其实是一些很大的公司 他们有在做 好 国际上面一些很大的公司 有在做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真的不是 可是 你越早 在这个research level 你就有一点点概念的时候 是比较好的 好 那 这边是BSF的话 他的一个 他们在做 他们 他们试图的在 事实上这个keyword是这样 他们在定量化sustainability 这当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那 他们会做出来什么样子的东西 我就给大家看一下 譬如说 这个是 对不起 按到了 对 譬如说这个是 对环境的有害程度 另外一个就是economically 是怎么样 是cost 还有一个的话呢 是social influence 连social influence都进去了 好 就是说 你整个东西 你这样子会不会 这样子的 制成一跟制成二 他带来的 后续的这个安全上面影响 毒害的影响 还有你员工的士气 等等等等 他都可以把 还有跟SDG的关联 他都可以放在这里面 所以大家看到这边的话呢 就是 就是越红的话呢 就是说 就是比较好像 sustainability不太好的 那然后呢 越往这边的话呢 就是sustainability 比较好的状况 所以 他们是已经 就是进行到这样子的 的程度 这样子 那刚才讲的这些都非常复杂 真的要做得好的 也都是非常大的公司 那因为复杂 所以我们需要partnership 那这个partnership的话 事实上是要 那个 从平常就要 就要开始有那个习惯 对 要不然的话 那个 会好像觉得很难跟人家合作 这样 好 那这个 在 举一些实例的话呢 我一直很印象深刻 这个非常有产出的这个的话 是ACS Green Chemistry Institute 他们的一个 药学上面的一个圆桌联盟 round table这样 然后的话 事实上刚才在讲说 system thinking的话 在化学教育里面 其实是很重要的 IUPAC 已经搞了三年的计划 然后现在在另外一个 三年期的计划之里面 那 这国外的一些例子 那另外 台湾的话 我是想要举这个 绿色化学工作坊 跟这个 化学会的这个安全小组 来说 就是说 我们其实真的可以 一起做一些事情 好 那 因为很复杂 因为你不知道要怎么做 所以其实都是摸着 石头过河 可是呢 你就摸着摸着 好像还有走到哪里去 好 那个 刚才讲说 我觉得一定要举的例子 是这个ACS的 这个Green Chemistry Pharmaceutical 的round table 一开始 一开始 其实只有三家公司 这三家公司 他们就觉得说 我们都面对共同的难题 那我们在 不是竞争的项目里面 我们可不可以 一起来那个 譬如说 有一些化学反应 amidation 有一些化学反应 就是比较污染 我们可能有更好的做法 等等的 好 那 所以从三家公司呢 那过了十五年之后呢 是四十几家 三十几家这样子 这边是这个 二三跟十四嘛 好 那 他们做些什么事情呢 他们就每个人出一点钱 然后呢 后来 他们就可以去 去给 给grants 去让 让那个 有些人来申请grants 然后的话呢 他们这个 长期的这些 因为大家慢慢慢慢 有一个community的 之后的话呢 他们从symposium啊 或者是到那个 education workshop啊 或者是说 support这个 大家的travel grant啊 等等 慢慢慢慢的 好像这个 就越来越多人 那 刚刚有讲嘛 从三家公司到 三十几家公司这样 好 那 这个 他们的 roundtable publication的话呢 也是 我觉得 其实质量 就那个品质啊 品质是非常好的 OK 好 那 这些东西都是非常 我今天没有办法给大家看 不过至少 我觉得一定要提的是这个 譬如说他们有出这个tool 就是solvent selection guide 你说你就是要做绿色化学啊 然后你就不知道从何做起 对不对 他就说你可以先选什么solvent 再选什么solvent 对吧 好 然后的话呢 这个tool 然后reaging guides 这边我很快的秀一下这个reaging guide 譬如说呢 你要做fluorination 或者说你要做oxidation 你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 你要做metal removal 你要做amite reduction 等等 有哪些他们就去分析了好多好多的制成 哪一个制成相对比别人好 他为什么比较好 他就从不同的因素上面去分析给你看 这样子 好 那所以这些pharmaceutical company呢 他们就一起合作 然后就搞了这些 大家一起都可以用的东西 那在台湾的话呢 我们大概在2010的时候呢 绿色化学工作坊 其实那个时候大家都搞不清楚 绿色化学要怎么表达 怎么那个 所以的话呢 就几个老师 我们慢慢就讨论讨论讨论 我觉得这种讨论讨论讨论 论论论论 其实的话呢 就是让我们谦卑谦卑更谦卑 知道说我们都看得不足 然后我们都跟彼此学习这样 那 这个工作坊的话呢 这样子 前几年有做 后来现在比较是论坛啊 等等的方式 可是我们一直到去年 我们都还有新的投影片上线 那这些的话呢 就是也算是有人在 在download啦 对 就是可能有一些老师他在教课的时候 会叫学生去看这样 那也有一些业界 我知道他们在看 環工看了很多 我去参加一个会议 这个環工老师跟我讲说 我们都看你的这个 你们的这个 网站 对 好 那这个化学会的安全小组 我觉得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这个 这个从 这个是2017年成立嘛 那也非常感谢这个化学局 在这个后续呢 有支持我们 所以我们持续的在编撰 化学这个安全文章啊 化学安全指南 已经累积了25万字了 我觉得真的是 我天啊我们怎么走到这么远了 好开心啊 然后呢 这个影音教材 大概有三份是已经做好的 然后有后制中的 强酸强碾 轻浮酸都还在后制当中 那过去从2017到现在呢 我们已经召开过24次的会议 然后有290个人次的参加 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之前我很难想像 化学界的老师 有这么多 当然这290人次里面 其实是140位的 unique的同侪 就是我们的老师啊专家啊 或者不管是学界为主 然后有一点点业界 或者是其他的这样 对 那我觉得在以前的话 根本很难想像 有这样子的合作 好 那这个 我们的安全教材 上网半年有超过6400次的观看 那也很邀请在座的老师跟同学 大家可以多多利用这些资源 因为化学家的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我们可以处理这么危险的东西 真的是非常厉害的 对不对 我们的专业性就在我们可以安全的执行 这些化学的变化 好 OK 然后 那这个只是很快的秀一下 就是说我们化学安全的文章呢 也 从2020年起已经登了10篇 那其中有那个record的就9篇 那我也是顺便秀一下 真的大家是很欢迎大家去使用这些资源 那化学会安全小组 其实这是从几个人到后面变成140个人 不管他是引爆一次写过一篇文章还是怎么样 可是我觉得这个数字呢 已经让我觉得真的 你原来觉得说安全的事情这么繁杂 你要去叫谁写一个指南出来啊 对不对 可是我们又没有中文的东西可以用 对 那很多东西都是英文的 所以呢 我觉得透过老师们的讨论 讨论 有的写 有的审 有的开专资会 专家审查会议 这样子 这样子累积下来的话呢 我觉得其实真的 这个伙伴关系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深深感觉到说 我们在开专资会议的时候 真的大家都有从彼此的身上学到东西 因为安全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深的 可以有很多东西学习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种伙伴的关系 让我们每个人都成长 然后我们又成就了一些 我们其实很需要的东西 跟他们那个 Green Planetary Roundtable的成效也是一样 那最后其实是要讲说 这个化学教学跟系统思考呢 其实是真的可以结合的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的话呢 我就只秀这个 我们大家想像一下 如果今天的话呢 我们叫学生去想像说 去讨论 去搜集 去辩论说 诶 到底 譬如说这个 产生 氨气的这个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是非常重要的嘛 你要有这个 肥料啊 或什么 很多各式各样的这个 譬如说这里有 Detergent啊 Cleaner啊 Explosive啊 Plastic啊 Fertilizer啊 好多东西 其实都要靠它来 对不对 那在这个很重要的东西里面 那 诶 N2是从这个空气中来 很好啊 H2从哪里来 H2事实上是从甲烷的这个 去把里面的氢弄出来的 那是非常耗能的一个process 所以为什么我们大家说 哈勃法埃其实那个非常耗能 那它因为非常耗能 所以当有能源危机的时候 肥料的价格也是上升的 那就影响全世界的食物安全等等 这些东西其实我们以前 化学家我们不会去联想到这些东西 那现在的话呢 他们甚至有意识到说 其实CH4是可以当成是 产生氢的一个前驱的东西 那NH3要是以后 可以把这个过程弄得没有那么耗能 没有那么污染的话 这个或许也是一个存在氢的一个新的 一个存在的一个前驱物 对不对 好 所以就是说 这个东西呢 是国外的老师呢 他们请学生去讨论 他们在教哈勃法的时候 事实上呢 其他东西都进来 那这边有颜色是在讲什么呢 同学会去讨论说 什么东西是neutral的 什么东西是有positive的影响 什么东西是negative的影响 最后 最后这个很有趣喔 什么东西是跟SDG的哪一项有关系 你可以想像同学之间的那个讨论 会是非常丰富的 譬如说好 今天呢有人说这个explosive explosive说他是有危害的 那我请问你 你没有explosive的话呢 你怎么把隧道弄出来 对不对 你没有爆炸屋的话 你的隧道 你的很多事情 其实你是不能够做的 所以在这些很多 这个是学生化的 那有很多东西 因为是复杂的东西 所以的话呢 我们经过更多的讨论 就会有更多不同的想法 那这个是专业版的话 不好意思 我还是忍不住 要给大家看一下专业版 就最后的那个 那个专业版的话呢 就事实上呢 他把这个整个来龙去脉 就是这样子一个ammonia 可是你可以看到更多 他跟这个 跟能源的关系 然后跟biodiversity的关系 跟这个土地的关系等等 这些东西的话 假如假如我们的未来的学生们 是有这样子的眼光的话 那事实上会非常的不同 那这个就是在讲这个 iU-Pad的这个project 如果我们的学生 有系统思考能力的话 有良好的伙伴关系 真的可以彼此学习 我们在老师的彼此学习上面 我们做了一个实验 目前为止还不错啊 对 那我们对于未来的信心 会有何改变呢 好 那这个是我最后一张slide 这样子 谢谢大家的聆听 那接下来的话 想说大家许可的话 我们还是继续我们这个对谈 那这个对谈的话 我就请劉仪欣 老师跟我一起来主持 因为我们当初 会有这个想法 会有这个想法的话 是我们三位一起 大概有先做过脑力激荡 所以劉老师 可以吧 好 那我们现在就开放 看 赵老师是给了一个很好的这个出发点 就是利用这一个 我们大概可以把今天 四位实际上是从 官 产 学 研 从四个角度 然后来探讨这个问题 看大家有没有什么要提出来 讨论 没有的话 我就先丢一个问题好了 我刚刚在听林老师的这个报告 我看你用的solvent 大概都是列管的 就是mesin chloride 跟colofor 那 我相信说 刚刚赵老师也有秀出来 有一个 怎么样去选择 这个solvent 的这一个盖 我不晓得像 就是做有机的老师 大概都通常不会去关注这一点 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想法或建议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沟通 我先泡这个问题 所以 所以刚好这个也是一个 下一个个人思考的问题 这个 这个发展已经不一不一 比如说 我们目标还是要拿到那个场路 那的确就是说 efforts 我们通常不会在农季上面 花太多力气 通常在农季的设计相对来讲困难 可是 可是各位刚刚可以看到 农季其实 对白亿的影响就是很大的 所以 的确是下一个阶段就是 如果它 industrial use 这样的一个 可能性的时候 的确就是可以设定农季 但是修饰催化季 在对着这个农季 那这个大概是下一个阶段 好 下一个阶段我们就给 把资深经理 下一阶段就是说 像你们会不会 在农季这一块 在里面量产的时候 有没有特别去 刚好我们有一个案例 在整个 在谈论就是 發生的问题 那个 旧發生的话 就是有一个 汇水相对多 为什么相对多 就是因为有一些 金属 就是触美金属 要去处理 那处理的话 可能 那花鞋最实际上都是水行 对 所以我们那时候 就在想说 有没有办法 把这一股花鞋 给处理掉 那目前我们 大概有一个 主要也是我们 整个 雲花团队 都 大家在讨论这些事情 因为我们想说 这个产品 也蛮重要的 所以我们最后 就 先找到一个方式 这就是说我们怎样 把这个金属 能够很容易的去做一个沉淀 然后就过滴就好 不要去水洗 因为这水洗就是有汇水 这些厚处比较麻烦 那目前看起来 大家这样即使广益 有一个方向出来 但是我们目前是找到一些方向 确实就是容器 我们要怎样去把这个触媒 触媒的容器 以前我们都想到 水把它抓下来 但是我们想到 找一个粥 就是说它可以在 因为我们的 可收器属于油箱 对 那你能在里面 怎样去抓出来 那我们那时候就想说 去把它变成一个 一个沉淀的东西 然后我们就直接过去就好 就不用再用锁 那目前看起来 这个方向好像有一点点的 感觉是OK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 也算是一个动力 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 那大家也有概念去洗 所以就像那个 这个林教授讲的意思一样 一开始这个产品出来 其实都是管理经济性 不会去管理毒性的 是环境的 那做出好 那有竞争力就好 那现在因为 刚刚我提到就是说 环境已经越来越重要 所以我就 就必须去想一些其他的方式 这个结束 好 给大家分享一下 好 谢谢 那这个部分 我刚刚说 我去A卡 参观了我都快听不懂 讲到这个 特别注意 我们 国家在这种 图画为好 或者其他的话 几乎都是许可 报了就给你载 好像是报了就给你载 这理所当然 A卡就不是了 那许可期间要收你钱 好 依照这个毒性法可以收钱 第二个 你直接到以后 之前你要提 一个改善计划书 有绿色替代 不然它是禁用的 他会给你一个这样的一个 在许可制度方面 他会这样 另外当然就是禁用的 所以我们慢慢的 我们这里的第一步 我们要收钱 用这个 用这个 经济手段 另外我也请同仁 把A卡这个制度 就是希望 业界在使用这些 毒药或什么的话 许可期间 然后提出替代 我相信这个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会越来越收短 当然 你又是研究或 国法或什么教育 那就是除外 那你如果用在成业的话 所以A卡是这样做的 那我们现在 过去我们都是走每次的观点 那我们现在都在走 我们的观点方式 就让你的力量自己驱动 不然我们 要好就是 禁用 希望那个 都是一个很够缺的观点方式 好 好 来 谢谢局长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推动力 那 我们今天听局长在报告 也有讲到 全民教育 那教育这个是 台四大大概是 不可 一定是找你们 所以我请李老师 或许这边 可以 就这个议题 也来讨论一下 好 其实 我们并没有做 这么多的教育 其实在刚刚上一场 那个张子曹老师 我们环教授 他有特别 邀请他 我特别讲 因为他主要是做 人文水 跟人类的一个伸缩环境 那在这方面呢 其实我们在自己的化学教育 像 举一个例子来讲 我们在做优化的时候 也许是老师的观念 我们都说 产量越高越好 所以呢 温度能开就开最大 能低就越低 连我同学生啊 在做优化的时候 有些那个雷射啊 很怕没有讯号 都是开到很大 但是 如同刚刚讲的 其实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 可能要从基本的教育去概念 所以我在研究所的时候 我的研究是做比较 材料还有物理的一些研究 所以我也慢慢的让学生聊到 很多东西并不是 比得到越多越好 其实是那个值 那我们在做生活改善的方面 其实并不是 我们要住多大的房子 而是我们在住的每一刻 是不是很快乐的 活着 譬如我喝这杯咖啡 我是不是很开心 所以我会在教育的方面 其实 我觉得有一件事情 很重要 就是减少 因为刚刚那个图有讲 就是我们人类过去 因为太厉害了 制造太多化学物质 那这些化学物质 产生的废弃物也是太大量 我们现在的环境 都很消耗不了 所以我会觉得 第一步就是 告诉同学 如何减少 你使用上 比如说我上通食课的时候 我跟同学讲 如果这杯咖啡你不需要 或是这个杯子 你不需要使用 那你就不要用 就带来的时候很宝贝 那第二个就是 并不是要降解 而是要再利用 比如说 在明天绿色化学 我们请到林鸿平老师 今天早上也得奖 他做的呢 就是把那个 官田的菱角壳 还有稻壳 这些废物才利用 那我跟他的合作 因为他是我学长 我们也发现了 这些 其实这些生物碳 他其实都不一样 我们测试他的自由基 其实呢 就像我们过去 有听过那个竹炭 它可以有什么健康的效果 其实都跟里面的成分有关 其实我们在仿生的过程中 其实也是 让我们的健康生活变得更好 所以其实我们 并不需要花很大的力量 去制造一个 氧化学 其实我们天然界 有很多东西 其实用起来都很棒 好 简单的分享到这边 那不走强的地方 请大家再指教 谢谢 谢谢刘老师的分享 那时间差不多 现在还有一分钟就六点了 所以想在座各位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要请教我们的讲解 那没有的话 我们今天这个会就到这边